安徽男子捡到一只奇怪的乌龟 嘴巴像鹰一样成弯钩状 还不会缩头 没想到朋友看见后让他马上报警 这只乌龟有什么奇怪之处 安徽向先生前段时间 在自家附近的水渠里捡到一只小乌龟 这只小乌龟长得有点特别 后背不像普通草龟一样隆起 而是有点平平的 而且他的脑袋竟然不会缩回龟壳里去 向先生觉得这只乌龟很有意思 就想带回家养起来 向先生平时就喜欢水生动物 家里还专门挖了个小池塘养一些观赏鱼 乌龟被带回家之后 向先生把他放在了一只水桶里 倒了一些龟粮在水中 但奇怪的是 过了整整一天 龟粮仍旧原封不动地泡在水里 怪龟一口都没吃 向先生有些纳闷 难道自己把他吓到了吗 于是向先生把水桶提到一处隐蔽的角落 给乌龟创造了没人打扰的小家 但乌龟还是不吃东西 向先生有点发愁 不知道乌龟到底怎么了 他想起刚遇到乌龟是他在一处水渠里 说不定是不适应被圈养的环境 于是向先生把他从水桶里面捞出来 放到了院子里的池塘中 没想到怪龟还是不吃东西 难道他生病了吗 是不是不会缩头的缘故呢 向先生这样想到 他把乌龟抓到手里 仔细端向了许久 怎么看都不像得病的样子 安徽男子捡到奇怪乌龟 长着一张阴沟嘴 还会自己补鱼吃 乌龟看起来没有生病 那到底是为什么不吃东西 还没等向先生想清楚原因 突然发现自己家池塘里的鱼 竟然出了问题 向先生坐在池塘边乘凉 看着在水里游动的鱼儿 感到生活十分惬意 就在这时 他忽然注意到有些鱼的尾巴上缺了一块 好像得了病一样 这些鱼已经在池塘里生活许久了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向先生仔细回想 发现好像是自己把乌龟放进池塘后才得病的 难道这个乌龟身上有不知名的传染病 向先生抓了一条小鱼查看 发现鱼身上的缺口不像生病溃烂 反倒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 他把怀疑的目光对准这只乌龟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从市场上买了一些几厘米长的小鱼鸟 投进养乌龟的水里 只见乌龟慢悠悠爬到一条小鱼身边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张开大脸 一口咬断小鱼的身体 三下两下就吞了进去 向先生看呆了 没想到这只不起眼的乌龟竟然这么凶残 他重新把乌龟放进池塘中 没想到池塘里的鱼儿见到他 一下子就窜到远处 谁也不肯靠近怪龟 想到这几天一直把乌龟和鱼养在一起 向先生就一阵后怕 同时他也有点疑惑这只怪龟到底是什么 安徽男子水渠捡到奇怪乌龟 性情凶猛还会捕鱼 朋友见到后马上报警 为了查清楚乌龟的身份 向先生在网上查阅了好多资料 可他还是找不到这只乌龟的品种 这时他想起一位喜欢养爬行动物的朋友 他说不定知道这只怪龟是什么 向先生马上给朋友打了个电话 把自己遇到乌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之后 朋友说有点不对劲 让他不要再动那只乌龟 自己来他家看看再说 于是向先生只能在家等着 朋友赶到之后直奔小乌龟所在的水桶 看过之后一脸紧张地告诉他赶紧报警 向先生有点不明白 朋友解释说这种龟叫做鹰嘴龟 向先生是在野外捡到的 而野生的鹰嘴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未经允许禁止私人饲养 听完这话向先生也开始焦虑起来 两人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赶到后证实这确实是野生鹰嘴龟 因为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 现在野外已经非常少见了 向先生担忧地描述了自己不小心把他带回家的事 民警听完后安慰他说不用担心 向先生的行为还无意中救助了这只乌龟 不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鹰嘴龟被带回了警局 救助中心的专家查看说他并未受伤 把他带到合适的水域放了声 小乌龟又重新回到了大自然 贵州村民家中深夜闯入一头母狼 母狼并未伤人 反而放下一只狼仔转身就跑 村民无奈将狼仔养大 没想到一年后母狼竟然返回报恩 贵州的老刘独自一人住在村里 这天晚上他正准备休息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敲自家的门 老刘喊了几声并没有人回应 敲门声还是没停下 于是他穿好衣服准备出去看看 走到大门口 隐隐约约听到门那边传来急促的喘气声 老刘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原因 只能和预想中那样把门打开 门外的场景让老刘终身难忘 只见一只瘦骨灵巡的母狼趴在地上 看到有人看开门后 眼睛里顿时闪烁起光亮 老刘却被这只母狼吓了一条 正想把门关上 没想到母狼竟然把头伸过来阻挡关门的动作 强行关门会伤到他 老刘也有些不忍心 看到老刘没有继续驱赶自己 母狼乌咽起声 低头从怀里叼出一只狼仔放到地上 然后把狼仔推到老刘的脚边 老刘看明白了 母狼是想把这个孩子托付给自己照顾 母狼的处境十分可怜 但养一头狼还是超出了老刘的心理承受能力 正想拒绝却看到了母狼祈求的眼神 老刘心一软 把狼仔抱了起来 看到孩子被收养 母狼终于放下了心 头也不回地转身奔向深山 贵州老农收养一只小狼仔 精心喂养后小狼顺利长大 没想到却出了意外 把小狼仔抱回家之后 老刘有点后悔 他一辈子无儿无女 也没养过孩子 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这个还没断奶的小家伙 老刘在村里打听到有户人家的母狗刚生了孩子 于是带着小狼仔去讨奶喝 狗主人也不知道母狗肯不肯喂养陌生的幼崽 只说让老刘试试 没想到把小狼仔放在母狗腹部后 母狗并没有驱赶他 而是任由狼仔吃自己的奶水 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老刘放下心来 他用稻草在院子里做了一个小窝 狼仔每天就睡在这里 不知道是不是成天和小狗待在一起的缘故 狼仔对老刘这个主人十分亲密 像个小尾巴一样整天跟在他身后 一刻也不离开 老刘也很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没事就逗他玩 有一天早上 老刘起床后没看到小狼仔 平时这时候他都会守在床边等自己起床 老刘只以为小狼出去玩了 没想到走出房门后 却看到小狼躺在地上浑身发抖 嘴里还吐着白沫 他马上意识到小狼这是中毒了 赶紧转身回屋弄了一碗肥皂水 灌进小狼嘴里 喝了肥皂水的狼仔吐出来一大堆东西 老刘扒了几下后发现一只死掉的老鼠 看来他是务实了被毒死的老鼠才中毒 吐过之后看起来好多了 但还是有点压 老刘有点担心他能不能活 贵州农民收养一只狼仔 精心照顾终于长大 没想到一年后母狼竟然返回报恩 狼仔把死老鼠吐出来后终于好多了 但老刘还是不敢拖大 他日夜不离地盯着小狼 狼仔是自己一天天看着长大的 在他心里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小宠物 更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家人 所幸老天爷还是不忍心让他死去 没过多久小狼的身体就恢复过来 活蹦乱跳的样子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小狼慢慢长大了 家里的院子对他来说已经有点小了 但放任他在村里跑又会吓到村里的人 老刘决定带他去山上玩 没想到上山几次之后 老刘竟然在山里遇到了其他狼 陌生的狼让他有点害怕 但小狼却兴奋地朝那头狼跑过去 两头狼相遇后亲力地靠在一起 老刘这才认出他是那头母狼 遇到他的母亲之后 老刘不舍地和小狼告了别 独自回到了山下的家里 本以为自己和小狼的缘分已经结束 没想到几天之后 他竟然在院门口发现许多猎物 看伤口就知道是被咬死的 小狼和母狼站在不远处 看到老刘后点头示意 然后离开了他家 从这天开始 老刘时不时就能在家门口发现野兔等猎物 他知道这是两头狼在用自己的方式报恩 海南小伙外出救下一条受伤蟒蛇 养在家里就像保姆 不仅能照看孩子还能抓小偷 关键时刻建议勇为救下落水的小孩 有富商花20万想买下蟒蛇 主人直接拒绝 1996年的一天 海南农民黄开宁在农场干活时 听到不远处的草丛中传出沙沙的声音 黄开宁好奇地走上前去查看 拨开草丛后竟然发现是一条蟒蛇 这条蟒蛇还很小 身长不足一尺 海南气候温和湿润 这个季节正是蛇类繁殖的时期 经常会在野外见到蛇 于是黄开宁并没有多惊慌 担心蟒蛇吓到附近的村民 黄开宁就想抓到其他地方 可刚靠近蟒蛇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条蟒蛇看到自己是一动不动 仔细观察后 他发现小蛇身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伤到 看着奄奄一息的小蛇 黄开宁有点不忍心 思来想去还是把蛇带回了家中 还找到一些草药帮他包扎好伤口 在黄开宁的精心照料之下 小蛇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还长了好几斤肉 黄开宁非常高兴 但把一条蛇养在家里还是不太安全 他决定照顾机会把小蛇放生 没想到小蛇好像认定了黄开宁一样 无论他怎么驱赶都不离开 看到小蛇这么舍不得自己 黄开宁也有些不忍心 就这样把小蛇留在了家里 海南村民野外捡到受伤蟒蛇 救助后不愿意离开 在主人家里当保姆 决定把小蛇留在家里之后 黄开宁给小蛇取名叫阿财 还到处寻找饲养蟒蛇的方法 查阅资料后 他得知蟒蛇喜欢吃鼠类和爬行动物 于是就到处抓青蛙和老鼠喂养阿财 阿财饭量大 黄开宁抓到的老鼠不太够吃 他就会自己出去觅食 村里有的人家闹鼠患 黄开宁就会带着阿财上门 走的时候阿财吃得不圆 老鼠也被一锅端了 所以大家都很欢迎阿财 对于黄开宁养一条蟒蛇当宠物这件事 家里人都不太赞同 尤其黄开宁的母亲 他说生怕哪一天就被这条蛇给胡伦吞了 即使家人反对 黄开宁也并没有放弃 仍旧养着阿财 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让母亲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那是一个夜晚 全家都陷入梦境 突然听到客厅里传出奇怪的响动 夫妻俩赶忙跑出去查看情况 开灯后发现一个陌生男人躺在地上 被阿财紧紧缠住 一动也不能打 两人这才明白家里进了小偷 被阿财发现后成功抓获 这件事让母亲改变了对阿财的看法 现在已经不排斥和阿财亲近了 说起来黄开宁与妻子也是因为蟒蛇认识的 婚后两人有了孩子 阿财不仅能当保姆照顾小孩 有一次还见义勇为 救下了一个落水的儿童 海南村民捡到受伤蟒蛇 养大后不仅能当保姆 还见义勇为 富商出价20万求够 黄开宁和妻子结婚之后 两人有了一个孩子 孩子生下来之后阿财十分喜欢 任劳任怨地当起了保姆 甚至还让小孩把自己当马骑 阿财慢慢长大了 从以前巴掌长的小蛇 长到如今的150斤 食量也越来越大 一顿饭就能吃十几只鸡 黄开宁逐渐有些力不从心 而且长大后的蟒蛇十分吓人 村里人都躲着他家走 黄开宁终于很下心 想把阿财送走 阿财被送回野外之后 黄开宁越想越后悔 忍不住上山寻找蟒蛇 却始终不见踪影 就在他失落不已之时 一天干活回家后 黄开宁突然发现阿财回到了家里 他又高兴又心疼 决定再也不和阿财分开了 阿财和黄开宁住的时间长了 村里人也渐渐接受了 这么大一条蟒蛇在附近游荡 许多小孩子不怕阿财 经常跟着阿财一起玩耍 一次几个小孩在河边玩耍时 突然被水流冲走 同伴们想尽办法也没救上来 就在小孩即将要溺水而亡时 阿财突然下水 用自己的身体 把水里的小孩卷住带上岸 这件事之后 阿财的事情一下子传了开来 有位台湾富商听说之后 想要花20万买下阿财 黄开宁想也不想就拒绝了 阿财已经是自己的家人 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他